这个其实我是在两年多以前就是有这个博物馆它是联系我了 然后希望就是能够做一个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做一个讲关于亚洲移民到法国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展览 然后当时这个就是这个要求啊其实是比较就是广泛的 就是说这个关于亚洲但是是哪一亚洲哪一部分或者是从哪一年开始 这些都没有就是设定好 所以这就是我作为这个就是科学研究者我作为科研人员我要来参与就是策划的一部分 所以说我们最后决定的是来讲这个东亚和东南亚八个国家他们到法国来的这样一个历史 然后呢我们设定的这个时间是1860年因为1860年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是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 然后呢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呢这个 这个中国也就是被迫打开国门嘛包括这个日本也是 所以这个对我们而言是一个东方和西方的这样一个世界的一个新的一个 这种角力的一个一个一个时间点所以这个时间很重要 所以之后在两年多以来我们就一直都是在 考虑就是说怎么来策划这个展就是包括这个 今天您也看到我们这个展示宫是有五个不同的部分啊 那么这个前四个部分都是按照时间线来的最后一个部分是关于 来讲这个反对亚裔歧视呀这些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transversal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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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section 所以说我们日常的工作就是说要来设计 比如说在每一个部分放那些不同的物品啊 然后有哪些照片啊那一些这个文档啊然后包括去就去联系这些不同的 其他的一些有一些有一些 他们是我们的这个 然后还有一些是个人的一个 一个私人的就是展品 所以说我们就是就是我们差不多两年来的这样一些工作